第三届亚洲19岁继16岁及四人至河秋锦标赛桃园开打 记者李荣平社 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 首度在台湾举办的2018第三届亚洲19岁继16岁及四人至河秋锦标赛 10日起至15日在中央大学附属中立高中展开一连六天赛事 教育部体育署副署长林哲洪 桃园市政府体育局长夏金星全国河秋协会理事长黄武雄出席开幕典礼 期勉台湾小将发挥快稳准的囚风将冠军金杯留在台湾 亚洲河秋联盟黄英哲也说国际河秋总会会员国持续增加 透过杯赛的举办鼓励更多人参与河秋运动 此次台湾对U19级U16单篮代表队由桃源市南坎高中中大力中 南坎国中及东兴国中为主要颁比U19级U16双篮由台北万方高中球员所组成 与来自香港、中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六国共计140位和球好手正面厮杀 上午首场赛事为U19双篮赛由台湾队出战泰国队 台湾队凭借去年U16亚洲杯MVP年仅15岁的容陈浩及桃源在定选手玲珑的带领下 加上团队合作的默契以24比11拿下首胜 稍后U16双篮赛台湾队靠着经验丰富球龄长达七年的蔡佩军及中荣昌及起直追 最后以24比13取得首胜 下午U19双篮赛第二战队上竞敌香港队开赛台 湾队靠着容陈浩及林胜杰双人搭配快攻连下6分 下半场凭借神射手玲珑多次远射得分 最终以23比6立刻竞敌香港队 U16双篮赛台湾队则以21比5轻取香港队 台湾队总教练杨嘉欣表示 此次赛事在台湾举行球员们的好胜心强 目标一致在台湾拿下冠军完成三连霸 第三届亚洲19岁继16岁及四人致和秋锦标赛桃园开打 记者李荣评设 第三届亚洲19岁继16岁及四人致和秋锦标赛桃园开打 主办单位提供记者李荣评设 图左致右分为台湾队选手林胜杰 玲瓏容称号主办单位提供记者李荣评设 字幕志愿者 李荣评设